炮弹作为现代战争中的杀伤主力军 其射程和威力决定了战场的走向 在2005年之前 全世界各国炮兵使用的都是非制造炮弹 说白了就是利用糖尿产生推力 把一颗炮弹给推出去 并以牛顿自然炮物线的路径 掉在目标阵地附近 然后爆炸产生冲击波和破片 对敌人以及射尸形成打击破坏 因为依靠的仅仅是惯性 所以炮弹的最大射程差不多都在10 到20公里左右 所以只要你家炮兵能达到的阵地 那人家同样也能达到你 这个时候就要看谁更准 谁的运气更好了 2005年美国研制了一种新型增程制导炮弹 也就是大家在俄乌上经常看到的神剑 这种炮弹不仅在射程上 达到了70公里的恐怖距离 还增加了惯性制导 配合GPS锁定目标 能将打击精度控制在2米之内 本来在对付非制导炮兵弹药方面 俄军一直都没有太好的办法 当然了美军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可以说是一个让全世界都透大的问题 现在再加上神剑的变态射程 以及超高的精准度 所以在这次实战中 就屡屡传出俄军装甲车辆 被物军炮兵精准命中的视频 有人可能就会问了 炮弹是抛物线前进 就算它有惯性制导 不是一样也能计算出它的路径 并加以拦截吗 我相信但凡产生这个疑问的 一定不是资深军迷 先不说炮弹从对方阵地发射 到自家阵地 时间上你来得及来不及的问题 咱们就说一颗炮弹才多少钱 拦截系统 拦截导弹又是多少钱 敌人的炮弹可以有无数颗 你的拦截导弹呢 这笔账单稍稍一算就明白了 当然可能还有人会问 开头所说的 现代战争的主力军 不应该是轰炸机 战机导弹这些玩意儿吗 怎么能是炮弹呢 那咱们来接着白话白话 远程轰炸机投放导弹 或者从基地 直接发射巡航洲际导弹 但凡出现这两种作战方式 都意味着战争 进入了最后阶段 哪怕出动大规模战机作战的情况 都意味着战争走向了白热化 随时都有可能升级 那么以上的作战方式 除了决定一些政权的生死存亡外 还意味着这个政权之下的老百姓 大概率也会死在炮火之下 所以面对现在 以及未来的常规战争 抛开个别极端思想的国家 大部分政权 都会尽量避免以上作战方式的出现 也减少无辜民众在战争中的伤亡 说它是人道主义也好 是普世价值观也罢 总之 对于老百姓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话说回来了 战机导弹这些武器不用 那战场上最具杀伤力的除了士兵 就是地面熬战所需的小团队作战武器了 比如榴弹炮 自行火炮 在乌克兰战场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M982神剑 这种在乌军M777榴弹炮上使用的炮弹 已经打下了不少的目标 神剑炮弹 是美国雷神和BAE系统伯夫斯公司 共同开发的一款高精度制导炮弹 命中误差能不足2米 对于它爆炸之后所产生的杀伤力来说 2米根本就不算误差 神剑系统可以做到不需修正 就能在任意射程内 手炮准确命中的水平 这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GPS定位导航 针对导航 咱们就不多介绍了 相信大家都熟悉 另一个是它的惯性制导设计 神剑本身是没有驱动力的 和普通的炮弹一样 发射之后 主要也是靠惯性以炮物线飞行 并不能以火药为动力调整方向 但是其内部独特的测量和控制装置 可以测出炮弹往前飞行时的运动参数 通过调整装置的方向和作用时间 就能调整炮弹的大致走向 可以理解为 你往正东发射一颗神剑 但是目标在正东偏西的位置 那么炮弹就能自行修复路线了 但是如果目标在正西 你往正东发射 那不好意思 这不是神剑的活 这是导弹的活 另外惯性制导是以自主方式工作的 并不与外界发生联系 所以它的抗干扰性和隐蔽性都很强 即使GPS遭受了严重干扰 惯性制导能力也可以一发命中 需要10到50发无制导炮弹 才能命中的目标 在伊拉克的战斗中 就有多达92%的神剑炮弹 落在的目标的4米范围内 这个精度对于几十里之外 靠惯性飞行的炮弹来说 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 除了高精准之外 使用39倍口径炮管发射程件 可以做到40公里射程内 弹误续发 52倍口径炮管 可以将射程提高到55公里 58倍口径的炮管 就是夸张的70公里射程内 直哪打哪 如果说精度高是神剑的特色 那射程远就是神剑最大的技术亮点 首先整个炮弹在承受火炮发射时 产生的超大家速度下 不仅没有自爆 还保证了内部GPS 以及各种装置的正常运行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有谁知道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给大家普及普及 除了加速录弹 神剑的折叠式滑翔翼 也为射程提供了不少帮助 别小看这几个小小的翅膀 设计师可谓是把空气动力学 发挥到了极致 这一设计能让炮弹 从弹到顶点开始 向目标处平稳滑翔 而不是直接呈抛物线坠落 大大提高了有效射程 另外 神剑采用多功能引信 可以控制其在空中爆炸 或者是撞击地面爆炸 甚至是穿透目标之后再爆炸 以上这些 与普通炮弹不同的设计 使得神剑炮弹 在战场上获得了优异的口碑 不过与这些优点相比 真正让神剑发挥威力的 应该是它的通用性 北约所有标准 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 都可以发射神剑炮弹 比如英国的AS-90 瑞典的弓箭手 南非的G6 德国的PZH-2000 美国的M109A6自行榴弹炮 以及M178 M777等轻量榴弹炮等等 可以说呀 战场上只要炮弹不缺 那发射炮弹的炮架子 几乎满地都是 随便拉上来一台 就可以把神剑发射出去 对敌人阵地进行精准打击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不算神剑其他配套系统的情况下 其价格差不多在6.8万美元左右 虽然乍一听 这个价格也不便宜 但是对比战场上其他类型的军备之后 你就会觉得这个价格还真是划算 就拿现在俄乌战场来说 北约计划援助乌克兰 30套海马斯火箭系统 目前已经交付了20套 火箭弹有驱动力 所以射程可以轻松达到80到499公里不等 精度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一米范围内 所以在打击地面重点目标的时候 海马斯是乌军的不二选择 可是问题在于 海马斯所配套的火箭弹当中 MLRS弹药家族最便宜的火箭弹 都比神剑整整高出了10万美元 更别说战术导弹了 海马斯一次可以发射6枚火箭弹 按最便宜算 90万就这么没了 在单系统配弹量上 火箭弹也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 它不但贵 而且数量也不多 不管是出于省钱的目的 还是怕不够用 都得优着点打 如果再算上海马斯单组系统 552万美元的造价 以及海马斯必须乘系统配套 才能发射的特点 神剑的优点就很明显了 那些对于海马斯来说 有些大炮打苍蝇的目标 就可以让神剑来打 适当往对方阵地上扔那么一两颗 就算没有炸毁对方的军事设施 带走一两个人也算是不亏 适当的浪费没有问题 毕竟造价低 后援阻 把它当成远程狙击炮弹来用 也是可以的 总之都是消灭敌人 而且上面咱们也说了 神剑不挑发射系统 它可以塞到所有 155毫米榴弹炮内 并且发射出去 不像海马斯 一旦整套系统被毁 剩下的炮弹 瞬间就成了摆设 神剑炮弹重48公斤 男性士兵都可以轻松抱起来 这在运输上就方便了不少 而海马斯的M31火箭弹 只是弹头就重达91公斤 这还不算后面的推动火药 在运输上 单枚炮弹就需要2-4个人 协同搬运 如果海马斯被毁 剩下的火箭弹 要么放弃 要么占用多名士兵 进行转移 所以 无论是从威力 精准度 还是从使用频率来看 神剑都是常规战争中 最具性价比的装备之一 如果未来的俄乌战争没有升级 一直持续现在的焦灶状态的话 那么大规模的毁灭武器 肯定不会登场 像海马斯这样的远程火箭 也不会高频率的使用 毕竟在复杂的地面战场 没有任何一方会轻易的 把自己主要的目标 暴露给对方 也就是说 没那么主要目标给你打 大部分都是小规模兵困对攻 小规模炮兵对轰 双方拼的都是一个持久 在这种情况下 有射程 有精准度 而且不挑发射装置 价格不贵 还能频繁使用的装备 一定会成为战场上的助力 神剑 无疑拥有最高的性价比 可能有人会问 那如果未来战士升级了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不管升级成什么规模 使用什么杀伤性武器 只要地球上还有人 战争就一定会再次回到地面 人对人的焦灼状态 到那个时候 性价比高 使用频率高的武器装备 仍然会主导着战争的走向 一句话总结 除非是太空战 否则神剑很难被替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